台北线板桥大关路二段有一处汽车修理厂在昨天发生的大火 汽油加上了机油 火势非常的猛烈 甚至延烧到了资源回收厂 总计有350瓶都陷入火海 熟熟火车猛窜不断加派消防车支援 板桥这处铁皮无汽修厂陷入火海 汽车内有大量汽油和机油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延烧 资源回收厂也糟压 加起来总共350瓶大火吹噬 台北线笑容局出动各式++acjaet Whoa 出动了仅销77名 易销50名 救火上比较困难的地方在哪边 就因为里面有它是汽车修厂 所以裡面有一些烤漆 還有一些機油這些部分 都是屬於火載量比較高的東西 上百年警一銷半小時 搶救控制度火勢 幸好燒毀的是廠房和汽車等財物 沒造成人員傷亡 今天新聞 許志銘在秋蓉 台北報導